昨天晚上10点左右 休斯顿北部的帕克路附近 路怒司机用步枪杀死 与他发生争执的两名男子 请看本台记者黄美子的报道 当时一辆黑色的皮卡车 和一辆白色本田车 在路上行驶时 发生了轻微的碰撞 然后黑色皮卡司机和白色丰田车上的两名乘客 发生了口头上的争执 黑色皮卡司机怒气冲天 拿起AK47步枪 向白色丰田车开了几枪 丰田车连忙逃跑 黑色皮卡马上追了上去 并直接撞向白色丰田汽车 导致丰田车坠毁 两名男子从丰田车爬出来逃生 但被黑色皮卡车离的人 用AK47半自动步枪直接杀死 警方赶到后 发现被杀死的两名男子手里各有一把枪 但不清楚他们是否曾经还击 现在警方正在通缉黑色皮卡车 有现场目击者称 黑色皮卡上有四个人 其中一人是墨西哥裔